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宜兰市五谷庙 阶体保存 充足转型成神龙文化馆 绿色殡葬服务 钟灵瓷 环保 自然葬启用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9月7号的宜兰新闻 我是黄文淑 近几年来国内发展海上观光室越来越兴盛 为了避免发生海上公安事件 苏尔港今天上午举办了一场相当逼真的港安演习 出动了陆海空三军 过程十分紧张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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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拟逮徒持枪抓游客当人质 并也劫持停靠在苏尔港12号码头的船只 而警察局获报后赶到现场 病例小鼠也结合了海巡人员在陆地攻坚 海巡署也派遣了巡防艇在海上支援 就连空勤总队也出动了直升机 海陆空三军齐发 把遭到劫持的船只团团围住 让歹徒无处脱逃 随后指挥官下令攻坚解救人职 而此时枪声大作烟雾弥漫 经过一阵混乱 歹徒们最终被制服 人职也顺利获救 过程是紧凑又逼真 全程参与教育的警政署 警政委员周又伟 称赞各应变单位的高度合作默契 可以看出平时训练的精识 尤其联合实景演练 就是希望建立最好的处理模式 应付所有可能发生的状况 确保港区安全 这个截止跟这个防治 这个包裂物的破坏的部分 两个演习都非常的平等 在这边就是提出我们最尊重的感谢 这个机制就是在平常时候 像我们这个在想定这样的一个演习的时候 每一个细节都做得很详细的考虑 建立了一个SOP的标准作业模式 从而从演习里面来做一个实证 在不断的演习 发现一些问题以后 再重新的思考 再把这个SOP修正的更完善 更适合现场的一个状况 在于这个我们苏澳港的安全 跟它的治安 事实上都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今天的演习就特别具有意义 苏澳港港安演习历史一个钟头 齐聚了宜兰县政府警察局 海巡署 习市警察局跟苏澳海军等18个单位 超过上百人参与 现场不仅秀出了各单位的应变能力 就连最新的防弹衣跟科技设备 也一并透过演练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导 来看全国运动会系列报道 全国运动会反船比赛 9月24号到29号 即将提前在南方澳豆腐甲来举办 是宜兰的夺牌重点项目 总共有28位选手希望以主场的优势 把奖牌留在宜兰 全国运动会10月份在宜兰举办 但反船比赛可能会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考量选手安全9月24号到29号提前在南方澳豆腐甲举行 也成为这一届全国运动会的第一项赛事 尤其宜兰县政府打算把豆腐甲打造成为北台湾的反船训练基地 所以希望透过全运会让大家知道也行销在地风光 反船项目呢是我们全国运动会的第一个比赛项目 因为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他没有办法在10月来比赛 所以他提前到9月来进行 所以也是我们全运会的第一个比赛 那在这么好的一个场地呢 那县府呢这边也预计会打造一个 我们国家级的一个反船训练基地 那目前呢选手都在积极的准备当中 而且呢我们这一次的赛事 有将近300位的选手带到我们宜兰比赛 那也可以行销我们的宜兰的这么好的一个豆腐甲的一个风景去 反船是宜兰夺牌的重点 其中杨又宁上届全国运动会代表宜兰县 参加乐观型反船拿到了银牌 这次更是夺金的大热门 当然上一次没有那么多把握 因为是第一次比赛 然后就是拿到第二名 然后这一次我希望把目标放在就是第一名 乐观型反船有限制年龄 就是到16岁超过16岁就不能再比 然后这也是我在台湾最会场乐观型反船的比赛 至于上届全运会在雷射标准型的反船 拿下冠亚军的黄修竹跟江秀川两个人 今年不仅上演了奖牌争夺战 更要面对外线式选手的挑战 他们都希望以主场优势把奖牌留在宜兰 就我们有地主优势啊 对 而且帆船也比较多 多条件就是很复杂 他会给我压力 那现在是两性竞争啊 当然是两性竞争 有啊我们这个一个月来全部都是一起练船 然后一起练体能 还有台北跟台南的选手都蛮不错的 前一次比赛都会因为太紧张 然后就没有办法 就没有比得很好 然后没办法好好发挥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我最主要就是要 能够放轻松 然后发挥出自己的实力 目标目标当然是金牌啊 比较熟悉的地方 然后也是 因为我们已经在这边练一整个暑假了 所以 会感觉比较适应啊 全运会的反船比赛 总共会产生14面的金牌 伊兰县代表队总共派出了28位选手 男生16人女生12人 为了增强夺金牌的实力 这次特别聘请了三位外国教练 来帮选手特训 期待为伊兰县创下好成绩 伊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道 申嘉明起志中心创立满30年 即将在11月4号 举办白日梦公益路跑季圆游会活动 号召千人来参加 东山乡广兴国小今天是特别发起了 同爱同跑活动 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 申嘉明起志中心创立满30年 院方11月4号将举办 白日梦公益路跑季圆游会 而东山广新国小 认同起志中心的理念 也响应公益路跑 接发起了同爱同跑的活动 用火炬接棒的模式 帮起志中心来宣传 鼓励民众报名公益路跑 就连东山商长谢灿辉也来响应 这一次跟广新国小的 成校长所率领的 路跑寿来做结合 在今年的11月4号 我希望前县民 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 因为这一次跟 申嘉明这些学员 来共同参与 我希望我们前乡后前县的人 大家勇业的来参加 也响应我们圣嘉明起志中心所办理的 这样的一个活动 在11月4号的时候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公益路跑 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次的一个路跑 无论是参加42公里 或者是21公里 还是亲子的6公里 都能够同时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 来关怀我们的弱势 那同时呢 能够我们的爸爸妈妈 带着我们孩子一起来参加 能够做公益之外 而且能够长阳在我们的 大自然的氛围当中 享受分多金 让我们的身心里 能够更加的健全 白日梦公益路跑分为健康跑6公里 半马21公里 全马42公里三种 而活动是采线上报名 时间到10月1号 而参加民众可以获得活动毛巾 原油券以及精美礼品 主办单位希望号召亲人来参与 但是到现在报名状况并不理想 只有300多人报名 所以希望各界可以踊跃来参加 那参加民众可以获得运动毛巾 两张原油键 还有酒破面膜原鸭米 还有社区产业的原油券 那希望大家一起参加 那跑完之后 我们圣嘉民旗帜中心 有办一些原油会的活动 那有200块的礼券报名人数 可能还要再充一下 那希望大家能一起参与 现在目前有300多人 那希望能充到千人 圣嘉民旗帜中心 主要是收拖多重障碍的身心障碍者 而白日梦公益路跑的报名费 会当成设备维修的基金 透过东山广兴国小的代言 院方期待有更多人加入报名的行列 一起跑出健康 守护身杖天使们 宜蘭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播等 宜蘭市五谷庙即将进行改建 旧庙的部分决定以解体重组的方式来做保存 庙方在今天正式启动了解体作业 未来将利用两年的时间来进行重组 作为神农文化馆典藏相关的文物 再现旧庙的风华 在简单隆重的祭拜仪式之后 工作人员合力将正殿之宝 自弃兽人的匾额拆下 正式启动旧庙解体作业 五谷庙古今保存 顺利完成 文化局指出 在庙方同意以解体重组的方式 保存旧庙之后 立即委托建筑师进行重组设计 藉此了解全部拆解的过程 预计明年五月完成 并用两年的时间进行重组 希望在108年完工 再现旧庙风华 对我们共同来引擎的就是 新旧庙可以并存 同时可以保证 比较好的生活跟管理的一个机能 同时也把我们的历史建筑 可以比较可善的保存下来 我们把旧庙移到 现在所谓的 两边这边 新庙到去到完整的地方 这个过程有几个好处 第一个就是 我们的旧庙经过拆解的过程 我们跟他来了解 我们这个结构 到底有什么保护 是一定派遇开顺 我们做一个新的 做一个经历 同时呢 在这个拆解过程 我们也跟他 给我们的传统手工艺 把这些庙的 构建的制作 小木座大木座 这些工艺 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 可以让我们的无形化资产 所公益的这种传承 可以再次施建 一共同僚 一面堡 有一个木管 有一个木管 然后 参观了 来到后面 来拜这个新庙台帝 开这个力行 和新尊 这是一个 双赢的作法 我们可以 大家传统在这个力术的一切 法律我们的地位 把我们的力术保存 和演奏利用 来做一个最好的典型 旧廟 拆解力 会再来 风华在线 典型 典型 我们所有 和乡亲的典型 让他 可以做一个 最好的这种 培养和建议 这就是一个 一个力术文化 最大的招选 至于原地 重建的五谷庙 所需的经费 约需八千万元 庙方希望各界鼎力相助 期望在三年之内 改建完成 宜然新闻记者 赖福新采访报导 为了落实发展 再生能源 开发地热发电 立法委员陈欧珀 是邀请了经济部 中油公司 工研院等等相关单位 针对大统人则的地热发电 可行性进行评估与会刊 经济部表示 早期因为技术不足等等因素 无法来推行 而现在经过专业评估之后 认为是大有可行 画面中发出正正白岩 还有滚水深的建筑物 其实就是仁则地热二号景 而且是最有潜力的地热源头 尤其现阶段政府积极推动再生能源 而宜然又拥有优势条件 所以透过这次会刊讨论 紧速投入建设发电 尤其是宜然县 这个地热能源非常的丰富 有2.5座的一个装载容量的装置 核四厂的装置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一一来落实 来这个发展 那今天市长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也是经过政府相关部门深入的研究 做具体的一个未来发展滴热的开始 根据专家学者的探测 目前的评估的资料 大概至少有26个MW的一个装置容量 那未来来讲 应该会有更多的一个发现 那我们现在在立法院有努力 就是10个MW以下是不用还品的 所以这方面有利于我们尽数来发展 对此经济部表示 人则地热早期就投入探勘 但爱技术不足还有相关因素 迟迟无法推行 而现在经过专业评估后 发现大有可为 那今天看过的结果 我们是认为需要把这个地热景 再重新再整理一下 因为有一些设施比较老旧 那我们要了解有多少的潜能 有一些关键的设施必须要更新 然后做更进一步的调查 那以现况来看 应该是还有很大的机会做地热发电 所以我们在回去之后 会整理我们看过的这些结果 完成一个报告 然后未来的这个开发计划 会是一个以团队 国家团队的方式来进行 那今天来参加的单位 包括在包括有中油公司也好 公园院也好 还有地方政府 大家都一起过来 所以如果 以这个结果看起来 回去以后我们会完成一个报告 那短期之内有哪一些设施 应该要先改善 把这些设施改善完以后 我们再做一个详细的潜能的调查 再做一个补充调查 潜能基本条件都够了 那当然下一步就是要进行发电的计划 等我们这个调查报告出来 维护管理好以后 接下来那个发电计划 就会比较明确的时程会出来 那短期之内第一步要先做 就刚刚讲的那个维护的计划 回去以后 我们就会赶快把它 提出一个计划书出来 赶快从经货开始来启动 我想在明年 在明年应该这维护计划 就会开始做了 未来除了清水地热 仁泽地区也能成为 结合能源开发跟观光休闲的 综合园区 宜兰新闻记者张丽玲采访报道 随着观念的改变 国内有越来越多地方 开始推展自然葬法 县府民政处在苏澳军人中林祠墓园里 规划了280个塑葬穴位 并在93军人节当天正式启用 一起来提倡绿色殡葬服务 原生服务员在96年 推出以环保为主的塑葬 和撒葬两种方式 10年来共有350个穴位申请使用 显示这种方式渐渐被国人接受 我们在民国96年我们推出了 速撒葬1000个位置 那这10年来截至目前使用 大概将近350个穴位 所以平均大概目前宜兰县级民众 大概一年平均有35个 速撒葬的一个申请案 那树葬 那树葬 树葬的方式 大家可能比较陌生 树葬就是县政府会在一个草地上 会挖一个树穴 那它的骨灰怎么样在这个树穴内呢 因为为了让它能够自然分解 所以我们会放一层树叶一层骨灰 然后在树叶在骨灰用这个方式 慢慢把那个骨灰慢慢把它 就一层一层把它铺完 铺完的最上面呢 会放上一朵花 以那个不利碑也不利粉的方式 让它未来自然分解跟大地就合一 为了进一步服务军人 荣民和它的眷属 明镇柱特别在树澳军人 中林池墓园内规划280个树葬穴位 并在九三军人节当天正式启用 以提倡绿色殡葬服务 这个整个一封一属在殡葬的风俗 大家都能够接受从土葬到火化 进纳谷塔 以及现在不少人开始做花葬海葬 树葬撒葬 因应这样的一个趋势 在军人中林池推出 专门为往生军人或荣民眷属 提供多的一个树撒帐的选择方式 那如果有需要的话 就跟我们县政府兵役科 这边来申请 这部分是免费的使用 明镇处也表示 未来会在樱花林园规划相关设施 提供宪明另一种选择 为商障文化建立一个新的里程碑 宜人新闻记者赖福新采访报导 2050年的台湾将会是怎么样的风貌呢 慈灵文教基金会9月讲座 将在9月10号这个礼拜天上午9点到12点 邀请诺贝尔奖得主李远泽博士 主讲2050年的台湾与世界 地点就在慈灵新馆二楼演讲厅免费入场 欢迎大家一起来听讲 两年前因为台风而封闭的 旧资泽自然步道 在领馆处年初盖好多望吊桥之后 终于在8月底完成步道景观 罗东领馆处欢迎游客来旧资泽 不只是泡汤 还能够走走步道感受山林清幽的氛围 根据罗东领馆处表示 因为有了多望吊桥的完成 才能积极投入旧资泽自然步道的抢修工作 而且顺利在8月底完工 配合另一条手做步道 让游客来到这里不再只是泡汤而已 还能运动享受美食 来到旧资泽我们会建议说 游客先来走步道 然后来这个体验吊桥 那步道的话我们会有两条的选择 一条是我们的旧资泽步道 然后它大约是长度2公里 是一个环状的步道 那另外一条是说 如果说你要选择比较短的时间 那就是我们到手做步道 那它大约是350公尺 它可以看到以前流龙头的旧遗址 那走完步道了 流点汗了 我们就来泡泡汤 那这个泡汤的选择 我们就试看说 有汤屋的选择 或者是说选择 我们有SPA区的一个温泉 也有裸汤区 那这个泡完汤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来用用餐 那这用餐的部分 就是这也有两项的新选择 一个是你可以来用我们这边的剪餐 或者是小火锅 那我们这边的小火锅 很特别是 我们都是选用一些在地的食材 那如果你们觉得说 这个用这个餐就是量太多 或者是说时间比较长 那我们也选择说 可以来煮个温泉蛋 或者是温泉玉米 那这个我们的就是煮蛋草 很特别是一个防火山的造型 对园区有更多元的休闲方式 民众都表示不需此行 尤其身处亲近了山林间 可以放松心情 还能品尝有机料理 体验趣味的地热煮蛋 这个行程真的安排不错 天气又好 而且这个风景很美 吸收了很多那个昏豆鸡 那你能吃的 我感觉棒 不要太熟 刚好就差不多六七分钟 是吗 真爆菜没有给你吃 对啊就整个走完 这个享受分多金的一个森林域走完之后 那又去这个天然的温泉去泡一下 可以舒缓身心 然后让整个整个那个疲劳啊 能在这边做松懈 然后又能去旁边温泉去煮蛋 去煮蛋 然后能补充那个 运动完的一个饥饿感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有机会来到旧之泽 不妨花点时间 来走海拔520公尺的多望吊桥 象征520我爱你 而且还有自然步道 吸收分多金 另外告诉大家 地热来煮鸭蛋 美味绝对不输鸡蛋 依然新闻记者张逸玲 采访不到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 根据中央气象局表示 明年台湾各地大多是多云道晴的天气 5号北部 东北部 东部 及其他山区 有局部短暂雷震雨 请大家要注意 接下来关心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 明天宜兰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震雨 降雨几率60% 气温是27到32度 接下来关心雨夜气象 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 感谢乡亲跟着宜兰新闻 关心宜兰大小事 我是黄温暑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我喜欢运动会 是因为那一天 可以吃到妈妈的特制便当 也是因为隔壁的女同学 那天总是会为我尖叫 直到现在我才知道 所谓的运动会 所以其实是一种 是一种最传真的的运动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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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对下一代的期望 是不分离我的付出 更重要的 那是人与人之间 想要将彼此距离拉近的盼望 这一场运动会 之所以精彩 不单是因为场上那些勇敢 荣耀的心意 更是因为在那一刻 我们朝着共同目标 奋力的前进 用欢笑 用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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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刻画出运动会 真正的经贸 106名全国运动会 在伊兰 让我们凝聚所有的力量 用热情 用感动 写下伊兰留意药 叫我